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很开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哇,我朋友这一棵 金黄色的,纯黄色的大花卉又开了 今年真的是开的有点早 现在才十月初,其实这个是 九月底十月初就已经开了 我都在说了,北加州是不是要地震了 正常的是十二月底十一月初才开的 这个香味也超级喜欢 我超级,它那个香味我超级喜欢 很好闻的香味 是不是看起来很干净呢? 其实它本来的颜色比这个还好 这个呢,手机看起来是有一点点淡 它本身的颜色其实是更黄一点 非常非常的牙,很漂亮 这一棵呢,去年只有一个花梗 不错哦,今年有三个花梗 每个花梗都有八至十个花宝 这个已经是开了一个多礼拜了 然后这个呢,还没有 所以呢,大花蕙蓝的花期其实很长的 三个月没问题的 这个为什么要凋谢呢? 是因为我们这边最近前几个礼拜呢 搞过四十度,真的是秋老虎 而且到上个礼拜北加州 深厚水真的是有一个三点几的小地震 那个是很很小很小的地震啊 因为那个温度真的是有点不一样 大花蕙蓝的植物呢 它可能比我们更敏感 九月中旬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也是加州的 北加州的花友 花蕉蓝给我说它的大花蕙蓝开了 我们都感觉很惊讶 所以呢,我们都互相去找花宝 那真的是,我有一棵 有两棵也这么早就开了 希望不要吧 因为我们公司开会也一直说 可能会有点地震 大家要小心一点 大家要小心一点 每年的联会都会有强调这一点 乌龟眼珍 这个是不是超级漂亮啊 而且呢,它的香味真的是 超级超级的好闻 超级超级的美 这个呢,我朋友呢 一直给它放在这个树下 然后呢,它也是长期的也放在外面的 只有下午的阳光和早上的阳光 斜照进来有一点而已 所以在北加州呢 可以很多的小伙伴们都种植大花蕙蓝 非常好养 一年四季都可以放在室外 而且呢,每年都有花开 花期又超长 高达三个月以上 我的大花蕙蓝都是从 12月份开到来年的7月份 那今年可能更长 今年可能是从19月底 开到明年应该没问题 这个就是有香味的纯黄色的大发蕙蓝 好,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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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